主厨特餐 主厨特餐 我是庆林 今天在我们主厨特餐 为大家再次连线的是 手机网网站的总编张立安 Lio 哈喽Lio 各位先生们大家好 Lio昨天跟我们聊说 你刚从MWC展回来 这次看到这个展览 其实最大的一个主轴 就是5G 5G 5G 也就是说 其实这么多的一些厂商 他们都不敢在这个场合当中缺席 即便说现在感觉上 好像还不太确定 说未来5G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我们其实昨天有请教到Lio说 5G的标准2020年 大概会制定出来 它的意思是不是说 我们现在政府其实还在观望 看看现在世界各国 整个的5G的发展方向 会怎么跑 然后我们明年再找一个 可能最合适的方向来切入 是这个意思吗 全球的标准 因为5G的各个一个技术的沟通 那这个标准会在2020年去做一个确定 那台湾的一个就是平谱 就是台湾要怎么去用5G 那5G服务要怎么去启动 台湾的NCC是也是同样 也是定在2020年的一个时间 所以其实大家说 台湾的时间好像听起来比较晚 事实上其实也差距不大 只是说我们并没有先跑 我们没有跑得比较快 我们只是说去follow一个全球一个标准 我们才去有一个动作这样 那刚好时间点都是在2020年 那你说5G手机 今天已经看到很多厂商开始做了 用哪一些啊 对就是说5G还没出来没关系 但是手艺厂商他可以先做 那做了能不能用又是一回事 等一下你那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是蛮有趣的啦 因为就是说 基本上这些5G手机啊 你要用到5G的服务 你必须要搭配电信业者的服务嘛 那像台湾的电信业者 可能要到2020或21之后 才会有所谓的5G服务 那也就是说 国外可能有些地方 已经有5G服务了 买得到所谓的5G手机 那你把这个5G手机 拿回台湾用之后 你会发现台湾的 顶多只能用到4G 没办法用5G 手机还是可以用的 还是可以打电话 还是可以上网 可是因为台湾没有5G服务 所以你不能用到 5G这么快速的网络 可是你到了 例如说美国啊 或韩国 只要这个地方 有开通5G的网络 尤其是说 它的一个手机 有支援当地的服务的时候 你就可以享用 所谓的当地的5G的服务 这个其实跟过去的4G 刚开始的时候 有点类似 大家要去特别去注意到说 你可能要买手机 如果可以的话 你预算够的话 可能买比较新一点的 买新一点的 以后服务就可以用 你如果买没有资源的 未来你如果要换到5G 可能你还是可以打电话 还是可以上网 可是电信业者提供你的 这个服务 你可能就用不到 没办法使用这样 所以很多厂商 包括像三星 LG 甚至小米 他们都在NWC的时候 其实也都在发表 所谓5G手机 其实我们讲5G手机 其实它就是一个 听讲好像速度比较快 然后网络规格比较新 比较特别 那确实如果以现在来看的话 是这样没错 那我觉得今年NWC 比较大一个特色 就是说折叠荧幕的手机 因为像华为 它推出了这个 折叠荧幕的手机 它同时也是一台5G手机 所以它就有一个双重的话题 它就是最新的网络技术规格之外 它也有所谓这个 最新的一个面板技术 是 你也谈到折叠机 三星之前是先公布 之后大家非常的惊艳 结果没多久 华为也公布了 是三星的那支折叠机 不是5G手机 对 三星那支不是5G手机 那因为它找华为 一个礼拜公布 那其实三星一公布的时候 大家其实就还蛮惊艳的 因为其实在去年底的时候 三星就已经很清楚的 就是有展示它的工程机 不过那时候 它的那个工程机 因为它毕竟不是最终的设计版本 那大家看这个工程机 会觉得手机丑丑的 那这个折叠机好像不是那么好看 对 结果它隔几个月之后 它发表的这个产品 就是相对完整的 那也蛮好看的 因为它就是正面有一个 4.6寸的荧幕 那打开就一个7.3寸的荧幕 它就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 它就这样一个设计 那大家就发现说 这个外形还蛮亮眼的 不过隔一个礼拜之后 马上华为也推出一个 折叠手机了 那推出折叠手机之后 因为大家其实原本预期 就是说可能就只有几家 会推出折叠手机 就可能华为或者是三星 因为之前都有预告 有一些动作 结果没想到其实 后来其实NWC期间 包括像TCL 就一个中国人命版厂 那它也有一个展示 折叠手机的一个样子 那甚至其实有一些厂商 其实都有预告 包括像OPPO 它虽然没有发表折叠手机 可是它也在网络上面公布说 我也有折叠手机 可是因为我觉得说 这个东西不够成熟 所以我就没有发表 就听起来有点 听起来有点 好像有点酸这样 就是说 我也有啦 我只是拿出来啦 对我只是没有拿出来 可能就是听起来 好像也有点后悔说 我应该要拿出来 可是我要证明说 我有这个东西 所以原本大家预期说 可能这一两家 会跑得比较快 结果没讲到 好像听起来大家都有 因为包括像之前更早的 小米的也有展示 所谓的折叠手机嘛 那所以听起来 折叠手机好像在今年 它会变成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趋势 就是大家都要有 这样一个产品 然后大家也都会 推出这样一个产品 这个变成说 除了5G之外 一个手机产业里面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量 去年我记得年底 是我们聊说 2019的手机趋势 3G趋势的时候 5G有想到 那折叠手机 就慢慢变成一个显学 这有点差异 对 折叠手机是说 它是一个方向 可是没有想到说 这么多人 马上就能够做出来了 对 这个确实也是因为说 可能中国的一些 面板厂 它有一些设计 也提供很多厂商 让很多厂商 它可以很快 推出类似的产品出来 这样 那不过蛮意外 就是说 原来这么多厂商 其实都在 压子划睡很久了 对对对 都在做折叠手机 现在比较成熟的产品 就是三星的那支 跟华为的这一支 对这两家 其实都已经有一个 亲属的一个上市时间的 就是说 三星我印象中 好像是四月 它要上市 那华为好像是五月 还是六月 它就要上市 它都有价格出来 它有清楚的规格 产品的一个设计 甚至有清楚的 上市时间出来这样 也就是说 这个产品是相对 完整一点 成熟一点的 那当然除了 这两家之外 其实因为已经看到 那么多厂商 它都已经做预告了 所以其实预期 今年应该也很多厂商 会做折叠手机 不过 个人看折叠手机 是这样 就是 大家厂商会去做 可是 我相信这个量 并不会太大 不会太大 为什么 对 不会太大 那原因是因为 这样一个产品 它还是算 比较新的产品线 那产品的成熟度 其实 因为大家都了解说 一个新的产品 它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它算就算做出来 它必须要去面对 市场的考验 就是说 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 能不能接受 或者说 在使用习惯上面 会不会出现什么状况 甚至说 产品本身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因为产品的设计 尤其是大家 比较好奇说 它的耐用度 折叠手机的耐用度 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那耐用度就是说 你会不会 不会这么耐用 因为你要常常 开开折折 开开折折 那还有 其实你一打开 你看整个手机 它的荧幕是满板的 或相对是比较大的 那像我们现在 手机假设 不小心摔到之后 荧幕就稍微可能裂掉 那接下来 如果你看这个手机 荧幕这么大 那就算只有稍微的一个损伤 你到时候 你在维修的时候 是不是 必要整个荧幕面板 要去做替换 这个成本就相对高很多了 对 可能会 赞到大家对这产品的接受度 对 那再来就是说 大家在用手机 都会有贴什么保护贴啊 保护膜这个使用习惯 那折叠手机怎么贴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怎么贴 你比如说 我怕我手机摔到 我可能会给他买那种 很铁金刚的保护壳 这折叠手机 怎么用保护壳 也很难防摔 对 其实华为有推出保护壳啦 也有推出保护壳 那就是说主要还是在 因为可是针对是外宽嘛 那有主要是针对荧幕的部分 怎么去做防护 也是一个问题啦 那真正产品推出之后 虽然都有所谓的一个 一个耐用测试 可是真正进到消费市场之后 让消费者使用 它会面临的是更多的一个场景 而且这些场景很多是突发性的 不是这么 不是像工厂的测试这么固定 走起固定的 所以对这样的产品 它在这个第一代产品 进到消费市场的时候 它要面临更多的考验 那这个考验 其实真的去看这个产品 真的是不是那么耐用啦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示范 对厂商而言 就是觉得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或许也没有 没有这么大的把握说 这个因为大家其实对这些体验来说 有些人其实不是那么看好的 就是说这个使用场景 或者真的是需要这样一个产品 可能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满足大部分消费者 或者说真正会对这样一个产品 买单的有多少人 因为像现在出来的价格就是动不动就要6万块台币 那会更贵 对8万块 那有多少人他会能够接受到一个手机 我们在说买iPhone要买到四五万 四五万块已经有点贵了 那到6万甚至更高8万 其实这样一个价格有多少愿意买单 所以其实我相信它这个出来刚开始 它的量并不会太多 那它会是一个先试水温的一个状况啦 先试水温的状况 因为毕竟还是要去市场去尝试嘛 是水温这样 是三星跟华为这两次折法不一样 你觉得哪一个折法比较高明 我觉得两个折法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是一个使用场景也不一样 坦白说就是如果以吸睛的程度来说 就是那个华为是外折嘛 效果是比较 视觉效果是比较强烈的 就是说我外折 我折成手机的时候 手机还是满版的 那就是萤幕相对是比较大 那打开之后 就是一个完整的体验 那三星的做法比较不太一样 它是内折 那内折状况就有点像说 它外面其实是一个萤幕 一般传统的手机的样子 那它给的萤幕其实并不是满版的 它就是一个4.6寸的萤幕 相对是比较小 那大家就会压抑说 为什么它要做这么小的萤幕 你已经给到这么大的 现在大家都在讲 萤幕占比要很高 然后萤幕要很大 那为什么会做到这么小 其实三星它的想法是说 你如果需要大萤幕的时候 你就把手机打开来使用 那就够大嘛 可是有些人他用手机的时候 他还是要想要小一点萤幕的 就是不同的一个使用场景 例如说我在传讯息的时候 或者我在写信的时候 我不想让大家看光光嘛 所以这时候我就用外面这个小萤幕 它相对看起来会有比较隐私 会比较保密一点 那如果今天是我在看影片 我就整个打开 打开来给大家看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华为因为比较轻薄 相对是比较轻薄 因为三星这个原本第一眼看的时候 是蛮漂亮的 后来发现说其实当市场这个产品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很特别 那第二个产品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个比较 那比较之后会发现 三星的它的厚度是比较厚一点点的 对就后来为什么好像华为的 那个讨论度又更高的原因 就是说没想到还有人可以把它做得更薄 那荧幕更大这样 对所以变成说三星最早出来 很多人注意到它 可是后来真正比较多的讨论 发生在华为身上 就是因为它的产品又更激进一点了 是因为三星大概就讨论一个礼拜 后来华为马上MWC还没开展之前 他们一公布之后 整个媒体三星讨论又不太一样了 使不但价位也不太一样就是了 对对主要就价位 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外观设计 都不太一样了 使大家看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 新的产品线的接受度如何 就可能也跟未来这个 折叠器手机的发展趋势也会有关系 苹果的苹果应该也要赶快 集齐直追了吗 对其实苹果啦 其实包括像苹果也有传输 也要做折叠荧幕嘛 因为折叠荧幕手机 其实很多其实 现在讲得出来大部分的厂商 像LG啦 很多都有传输折叠荧幕手机 那最主要是说因为这些手机厂商 他要有所谓的差异化吧 那以现在的手机的一个形式 其实消费者会替换的几率并不高 除非你真的就是说产品本身有问题 不然的话你不太可能会再去买新的东西 因为新的产品其实看起来跟现在的产品 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要让以前就是说看到产品 然后会惊讶 然后会甚至愿意掏钱买出来 你必须产品真的要做出跟现在的 会要有区隔 要能够颠覆现在的一个使用行为 才能够让消费者他真的愿意去消费 是好我们这两节节目当中 从这Leo张立安到MWC展 看到今年的5G趋势 5G手机还有折叠手机 大家在这个看一些3C新闻的时候 应该就更有感觉了 今天的节目内容 我待会会上传到中广新闻网的YouTube频道上面 您还可以回来随选收听跟分享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手机网网站的总编 张立安Leo接受访问 谢谢Leo谢谢 好谢谢 谢谢